金庸群侠传中特殊攻击类的武功一直都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因为我方能使用特殊兵器的人很少 再加上秘籍还是私人定制的 蓝凤凰是鹿顶鸡具群中出现的人物 招募时就可以得到独龙鞭法 但只能蓝凤凰修炼 修炼经验机值为60 每次升级增加三点的特殊能力 然而即便升级到10级 也只有200点的武功攻击力 消耗内力机值2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在沙漠的蜘蛛洞穴里 找到的黄沙万里鞭法 也只能由蓝凤凰修炼 修炼的经验机值增加到80点 修炼成功能增加4点的特殊能力 但10级的伤害只比独龙鞭法多了50点 消耗内力机值4也是个废物一般的存在 所以还在为当初不能修炼特殊类武功 而感到遗憾的玩家们 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 还有一个特殊类武功 是在万恶岛招募的月老三 自带的大剪刀 由于没有密集 只能通过不停的使用来提升等级 然而修炼到10级时 攻击力只比普通攻击高50点 距离还是近身攻击 如果通过角色的动作给武功分类 吸取内力的武功其实也算特殊攻击的一种 只是他们的伤害方式是降低敌方的内力 和增加我方的内力 而不是降低敌方的生命 大家最熟悉的吸取内力的武功 是带着段玉去无量山 与神前姐姐的十项对话后 得到的北冥神功 北冥神功的修炼条件是60点自制以上 所有吸取内力的武功修炼的经验值都是120 而修炼成功后还可以顺便让内力变成白色的 阴阳调和的内力 让角色可以在修炼其他密集时 不再受阴派内力和阳派内力的限制 我们发现吸取内力的武功等级不变时 每次吸取的内力值是有所变化的 但变化不大 基本是围绕一个数值在上下浮动 这个数值我把它定义为吸取内力的基准值 浮动的范围是-2到2 而且给敌人减内力和给自己加内力是独立计算的 例如北明神功在升级到10级时 可以一次性减少敌人100的内力基准值 并会增加自己100的内力基准值 因为一加一减是独立计算的 就算你吸不到100 甚至吸了0 也会增加100左右的内力 但一定要吸到敌人 吸空气或者自己人就不行了 北明神功在任何等级 减少的与增加的内力基准值都是一样的 相当于完全吸收了敌人损失的内力 相比之下 吸星大法就没有这么强力了 这门武功是在梅庄地牢里解救任我行时 与黑木令牌同时获得的 也是任我行自带的武功之一 吸星大法减少的敌方内力和增加己方内力 有着不同的数值曲线 自己增加的内力大约是敌方减少内力的一半 所以如果能学习北明神功 就不要去学习吸星大法 但如果资质没有达到六十 是学不了北明神功的 只能退而求其次 学习吸星大法 但也至少需要五十点的资质 还有一个类似的武功 是招募阿子时 通过得到的神木王顶 学习的化功大法 也是丁春秋自带的武功 修炼的资质也至少需要五十 为什么我不说它是另一个吸内力的武功 而是说类似呢 因为化功大法真的没有吸这个概念 只能化解敌人的内力 却不能增加自己的内力 化功大法在实际时 只能化掉敌人七十的内力基准值 是三个武功中最低的 游戏其实在设计这三个武功时 都有设置增加自己和减少敌人内力的基准值 化功大法其实只是把增加自己内力的基准值 设置成了零 但增加零的内力也是会参与随机值计算的 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运气不好时 化功大法不仅没有增加自己的内力 反而会损失自己一或二的内力 当然运气好也会增加一或二的内力 因为阿子要道德较低才能招募 大部分玩家还是比较喜欢走正派路线的 再加上有北明神功和七星大法 这两个更强力的武功 因此较少有人会去练化功大法 不过修炼这门武功还有个隐藏的好处 那就是增加修炼者攻击带毒的属性 攻击带毒是个隐藏属性 并不能在游戏中直接看到 但可以通过观察敌人是否会有中毒的效果 来推测自己是否具有攻击带毒 攻击带毒在全掌片中 讲玄冥神掌时顺带提及过 攻击带毒是可以跟武功带毒叠加的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 当使用不带毒的武功时 对于一个抗毒能力为0的敌人 只有攻击带毒达到15 才能增加中毒程度 我们修炼攻击带毒 会习惯性的使用暗器类武功 寒沙射影 但寒沙射影每次修炼成功 只能增加2点的攻击带毒 修炼经验机值还是150 可神木王顶修炼成功 每次可以增加5的攻击带毒 修炼经验机值也只有120 效率比寒沙射影高不少 但这也有一个限制 因为神木王顶是可以修炼出武功 化功大法的 当化功大法修炼到10级时 继续修炼神木王顶 就不会再升级了 也就不能继续增加攻击带毒了 所以神木王顶最多只能增加角色 50点的攻击带毒 如果想要继续提升 就只能转学寒沙射影了 关于寒沙射影的其他内容 等我介绍到暗器片时再展开来说 吸取内力的武功还有个隐藏的能力 就是每次吸取内力时 会增加角色的内力最大值 增加的内力最大值是个随机值 范围在0到增加内力基准值除以2 但要注意不包括内力基准值除以2 也就是北明神功会在0到49这个范围 吸经大法会在0到21这个范围 因为化功大法增加的内力基值是0 所以它不会增加内力最大值 金庸寻侠传中并不是所有的秘籍都能修炼出武功的 例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三本秘籍 就是用来专门提升人物轻功能力的 当道德值大约等于50 第一次败给张三丰 就可以得到踢云纵心法 没有任何的修炼条件 修炼的经验基值为400 每次修炼成功增加三点的轻功 对于初期的玩家来说 是提升轻功的必备秘籍 如果人物的资质在30以上 那么建议修炼效率更高的神行百变 招募原成智就可以获得 修炼经验440点 每次修炼成功增加4点的轻功 相比踢云纵心法效率更高 如果资质能够达到60 那么修炼凌波微步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带着断裕去无量煽动 与神仙姐姐的10项对话后 就可以获得 修炼经验500点 修炼成功增加5点的轻功 不仅有修炼轻功的秘籍 还有提升内力上限的 在华山派的一个卧室里 能够拿到一把蓝钥匙 可以用它开启门口房间的箱子 拿到紫霞秘籍 修炼经验积值160点 每次提升10点的内力最大值 在招募迪云时 可以获得神赵经 修炼经验积值400点 每次增加30点的内力最大值 相比紫霞秘籍 每提升1点的内力最大值 平均需要的经验更少 因为吸取内力的武功 至少也要50点的资质 那些低自制的人 想要让内力阴阳调和 怎么办呢 哎 救星来了 石破天加入队伍时 获得的18尼偶 可以调和阴阳内力 并且与上面两个增加 内力最大值的武功一样 是没有任何修炼条件的 但18尼偶的修炼经验较高 每次修炼成功 只能增加20点的内力上限 一般只是用它来调和内力 成功一次后 就不会再继续修炼了 还有一个可以让内力调和的秘籍 是带着虚竹去雷谷山后 得到乌鸦子传授的小无相功 修炼的经验基值同样是1000 但需要武力和当前内力达到30 修炼成功只增加了15点的内力最大值 小无相功虽然跟18尼偶修炼的经验基值一样 但修炼要求更高 修炼成功增加的内力最大值反而更少 所以必然优先考虑18尼偶 有坦之加入后可以得到一斤斤 修炼的条件超级多 其中资质60这一项 就会导致一些人终身无法修炼这个秘籍 修炼的经验基值还高达1600点 每次修炼成功增加100点的内力最大值 算下来增加单位内力需要的经验跟紫霞密集一样 相比之下洗髓经就好很多 可以在少林寺禅室内的一个蒲团下找到 修炼经验基值1400点 同样每次增加100点的内力上限 还没有任何修炼条件 算起来洗髓经每增加一点的内力 需要的经验要高过神照经 但考虑到一些战役的经验较多 神照经可能会有经验溢出的情况 因此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选择 其实在游玩的过程中 总体感觉内力上限并不难升 人物每次升级会增加 还有各种可以增加内力上限的道具 就算没有达到999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再加上每次使用北冥神弓或西星大法 都有概率提升内力最大值 所以这些增加内力上限的密集 实用性并不高 实用性最高的 就是给那些资质低 又想内力阴阳调和的人 修炼的18年偶了 游戏中也有增加人物防御属性的密集 在名教分舵的地道中 与两堆白骨对话 可以得到增加防御力的乾坤大挪移 修炼经验基值400点 但需要较高的75点的资质 直接过滤掉三分之二的队友 每次修炼成功 增加5点的防御力 但如果人物的防御力已经达到100了 就不能继续提升了 不过游戏中给了玩家不少的护具 来突破防御力的上限 而且在基础片里有说过 在计算伤害时 护具的加成是与防御力一样的 在霹雳堂中 使用孔巴拉给的黄钥匙 开启的宝箱 能得到防御力加5的皮 在万厄岛招募约老三 可以得到防御力同样加5的厄皮护甲 在闯王宝藏的宝箱中 又能拿到防御力加10的金丝背心 在大轮寺招募迪云 可以获得防御力增加15的乌残衣 最强的护具还是攻防一体的软卫甲 增加20点防御力的同时 还能增加5点的攻击力 可以在越来客战找维小宝 用800两购买 软卫甲这5点攻击力 在计算伤害时 与武器增加的攻击力效果一致 装备护甲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这相比于刀剑来说要友好很多 乾坤大挪移只能增加防御力 综合来看不如另一个增加属性的好用 它就是在神雕侠里的剧情中 从古墓的一口棺材里得到的九阴真经 修炼的经验积值1000点 修炼条件需要50点武力 鹰派内力和20点的拳掌 每次修炼成功增加10点的生命最大值 20点的内力最大值 20点的武力 5点的防御力和5点的轻弓 作为一个增加属性的秘籍 这20点的拳掌就很诡异 难道只能使用刀剑的侠客们就不配修炼 直到我翻开金融群侠传的操作手册时发现 手册中写的九阴真经的修炼条件 并没有20点的拳掌 反而是九阴真经的修炼条件 才有20点拳掌 这就说得通了 可以推测应该是游戏的一个bug 将拳掌类武功九阴真经的20点拳掌的修炼条件 写进了九阴真经里 然而这个bug其实算是一项福利 因为它可以让所有人都修炼九阴神功 有些人会说 初始拳掌比较低的角色 可以通过升级来提升拳掌属性 再去修炼九阴真经 这里就要先提前说一下 人物属性相关的知识 当拳掌不足21时 升级是无法增加拳掌数值的 这也包括 预见 耍刀 医疗 用读和解读 这些属性 如果不足20 是无法通过修炼钉密集提升的 也就是说 当人物的初始拳掌 在20以下 那么他这辈子 都无法提升拳掌的能力 所以像狐匪 令狐冲这种 只会用刀剑的角色 就无法修炼九阴真经 但对于他们 有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修炼 葵花宝典 在获得 《笑傲江湖》这本天书后 就可以从任我行手中 抢得葵花宝典 还是那句 欲炼神功 挥刀自攻 不过 这样做 其实对游戏 并没有什么影响 只需要过了心理那道砍 当主角这样做时 在与任我行对话 还会遭到他的嘲笑 当初第一次拿到葵花宝典 我满怀期待地以为 可以学到像东方不败那样的 葵花神功 然而修炼了半天 却没有任何新增的武功 不免感到有些失望 跟九阴真经一样 需要1000点的修炼经验基值 每次修炼成功 增加30点的生命和内力上限 10点的武力 防御力和轻功 除了武力外 增加的属性 都要比九阴真经高 很多攻略说 修炼葵花宝典 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其实它有个非常合理的限制 就是必须是男性 这对于那些 女性的非全掌角色 是个不小的打击 虽然九阳神功修炼满 将攻防提升到100的问题不大 但生命最大值 会非常棘手 因为在游戏中 增加生命最大值的道具 是有限的 如果道具吃完 生命最大值没有达到999 九阳神功也修炼满了 就无法通过九阴真经 和葵花宝典 继续提升了 属性的提升 通常只是量变 但有一本秘笈 可以实现质的飞跃 那就是老顽童的 左右互搏之术 在射雕英雄传的剧情中 不杀断黄野 在老顽童周伯通 回到百花古时 与他对话 就能获得这本秘笈 需要资质45点以下 包括45点 值得一提的是 45点刚好是 4级资质的最小值 再低就是5级资质了 虽然修炼的经验 基值是100 但因为高于45点的资质 是学不了的 所以实际上 修炼所需的最低经验 是4级资质的400点 因为主角最低的资质 只能达到5级 对于主角而言 大部分情况下 看到的修炼经验 是5级资质的500点 修炼成功后 攻击会变成两次 伤害直接翻倍 且消耗一次的体力 但会消耗两次的内力 继续修炼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虽然可以修炼成功 但别想着 让攻击变成4次 左右互搏之术 搭配野球拳 可以轻松秒杀任何角色 而且拥有左右 互搏之术能力的角色 每次攻击 会被计算两次武功经验 也让野球拳升级的时间 大幅缩减 本期的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方能修炼的武功 10级的攻击力排行 因为伤害型武功较多 我们分成两批来观察 首先是武功攻击力 达到400以上的武功 野球拳遥遥领先 第二名是辟邪剑法 接着是降龙十八掌 这里并没有考虑武器的加成 如果算上这一部分 全铁剑法与降龙十八掌 并列第三 霹雳刀法也会跟九阳神功 并驾齐驱 攻击力在400以下的 大体看下就行 华山剑法的攻击力最低 竟然有不少的武功攻击力 还不如普通攻击 再来看下我方攻击方式 为点攻击的武功 使用距离的排行 排在第一名的是玄铁剑法 第二名是金蛇剑法 攻击方式是线和十字的武功 能够伤害范围最远的是六脉神剑 攻击方式是面的武功 距离最远的是独孤 九剑和霹雳刀法 我方四大面攻击的武功 在范围上都是一样的 好了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颤尔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